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San老师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本书的第25个单元 单元的名字叫做Cooking Do you like cooking? 大家喜不喜欢做饭呀 那做饭呢这个上节课我们学的是各种各样的食材的名字啊 今天咱们就把这些食材加工一下 变成各种各样美味佳肴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啊 叫做Ways of Cooking Food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制作各种各样的食材 那我们的中国呢这个传统美食博大精深啊 什么煎炒烹炸这各种啊都有 但是在国外其实方式非常的简单 无非就是炸一炸 烤一烤 蒸一蒸 哎顶多也就是这些了 咱们一块来看啊 首先第一个部分 You boil potato or rice in saucepan 这个boil这个单字叫什么呢 叫煮一煮对吧 所以这个煮这个过程 煮的过程对于我们国内的这种美食来讲 那就简直是最初级的一个原始加工了啊 那boil 当然烧开水我们也可以说boil OK 那至于它这个什么叫做sauce pan 这什么东西啊 你看它中间给大家画了一个这个图 这有这么个照片 这个你别说我还真见过这种锅啊 其实在国内来看呢 就是那种 呃就是一般来说的那种锅啊 就是比如说你煮个泡面啦 就是那种锅 它们叫做sauce pan 相对来说口径会比较深一点啊 就这个这个锅可能会比较深 然后它可以吃水吃的比较深一点 它比那种什么炒瓢啦 哎呀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一般的这种芝麻锅啊 它可能吃水要稍微深一点 那我们应该国内用这个锅来干嘛呢 很多家庭是用这个锅来蒸东西的 所以你现在有画面感了吧 你就想想家里边那蒸锅 底下放水上放笼屉 然后菜放在上面那种呢 那种锅是不是相对来说底下会比较深 吃水会比较深啊 这个就叫做sauce pan sauce pan sauce叫做酱 所以这个锅它们是用来做酱的 那这个酱你是不是要不断的熬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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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 所以呢这个就让这个锅吃水稍微深一点 能不断的去把这个沸腾沸腾 然后让这个水蒸发掉啊 evaporate蒸发 让水蒸发掉 然后把这个酱呢留在最底下 哎这个就是一个sauce pan啊 所以第一种cook的方式叫做boil 给你煮一煮啊 在什么里边呢 在sauce pan 然后第二种呢 叫做给你fry一下 you can fry sausage in the frying pan 那fry这个啊 其实呢在国外是不分炸和煎的 就是在国外是不分炸和煎 嗯它都用一个词 都是这个啊 fry 所以炸一炸 在在在这个这个这个平底锅啊 平底锅里给你炸一下 frying pan就是平底锅啊 平底锅 ok 好接着啊 grill 这个叫做烤啊 烤一烤 那比如说烤吐司 grill toast 这个叫烤吐司啊 toast这个单词叫吐司 然后以及呢 呃这个or meat under a grill 呃就是在这个烤箱里边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 但这个东西吧 其实你说 哎呀它这个和oven的差别很大嘛 其实本质上说实话 没什么大的差别啊 一个是烤 一个是烤箱 你说它是不是差不多 对吧 好接着我们继续看啊 就是roast meat啊 这个烤肉啊 in an oven啊 这个也是在烤箱里边去烤肉了 所以这分别是两种动作 这grill这个动作呢 可能我觉得 呃说实话 我有点分辨不清 它们的这个具体的差别 反正都是塞到烤箱里边 然后让它盯一下啊 自动加热一下 哎就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 反正就这么个动作吧 大家能懂就行啊 好 bake cake 这个叫烤面包 烤面包 这肯定不太一样嘛 baker嘛 对吧 哎这个面点师傅啊 bake cake 就是烤个面包 做个面包 in the oven 也是在这个烤箱当中 所以你看它们这个oven啊 就烤箱烤万物啊 就是超市里会有一些很多半成品 然后你回来都不需要加工 直接把它那个塑料薄膜一撕 然后它底下就是一个锡纸的盘子 你刷着一下放到烤箱里边 啪点击30分钟 然后你就坐着看点室一会儿啊 30分钟到了 好了 热腾腾的美食就上线了 但是这个美食里边就卡路里巨高啊 什么芝士啦 什么各种火腿肠啦 就这种东西啊 这卡路里非常高啊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呢 叫BBQ BBQ是什么呢 看到上面的这个 这个架子了没有 这个架子啊 它就是一个BBQ的架子 它本身就是BBQ 它干的工作 或者它烤肉的这个过程 它也叫做BBQ 那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叫做BBQ了 BBQ BBQ 然后food which I'm not cook is raw raw 这个叫做生的 生的 那比如说你跟别人说啊 你说你们买一些生鲜的食材就可以 我来cook you can buy some raw material and I will cook it 啊 raw material raw material material这个叫做材料啊 所以买一些生鲜的食材就OK了 我来co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preparing and cooking food 就是在做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piled potatoes 这个pile叫削皮 piled apple给苹果削皮 piled potato给potato削皮 所以这个是削皮 然后除了削皮之后呢 接着你削完皮之后 你是不是得 哎 就把它给切一切啊 那个这切的动作叫做chop啊 chop 嗯 这当然这个切碎叫做chop 如果切的话叫做cut 所以注意啊 cut叫做切 如果是切碎的话 我或者我们叫做剁碎吧 那它叫做chop啊 while the boiling 就是这个水开了之后呢 chop and onion 就是把它切碎切成小面 小末末啊 就小块块 然后fried onion before adding some chopped tomato 就是你先加入这个洋葱 然后呢 就先炒洋葱啊 先把洋葱给炒了 炒熟了之后 再把这个tomato给加进去啊 把这个西红柿给加进去 好像是一个炒酱的过程 ok 好 接着 then stir it all for a few minutes 这个stir就指的是搅拌啊 你就搅拌 就开始拿那铲子 就开始搅拌啊 所以这个动作叫做stir stir stir也表示搅乱心咸的那一种感觉 就stir啊 stir my mood ok 好 接下来看 so what does it taste like 吃起来怎么样啊 好不好吃啊 我们做这饭 那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个单词呢 叫做厨师啊 厨师这个叫做chef chef 它不叫做chef啊 它叫chef chefs always taste the food 他们经常会尝一下这个吃的啊 品尝一下 尝一下 呃 然后呢 while they are cooking 当他们在工作 在做饭这个时候 然后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too much garlic 我不喜欢那个蒜的味道 我不喜欢有太多大蒜的味道啊 I tried a soup and it tastes a bit strange 我尝了一下这个汤 这个soup啊 叫汤 那我尝了一下这个汤 这个味有点怪 味有点怪 也说不上哪怪 反正就有点怪 就叫做strange啊 a bit strange 呃这个人他的这个food is very tasty 好吃啊 好吃就叫做tasty okay Indian food is a bit too spicy for me 呃这个一般印度菜对我来说非常的spicy 叫做非常的辣啊 strong flavor hot flavor 叫辣啊 spicy 那you can get ice cream in different flavors 那flavor这个叫做口味啊 你可以吃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大家有吃过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啊 我吃过一个最奇怪口味的冰淇淋 叫做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味道啊 比如说一般的口味什么vanilla 这个叫香草味 vanilla 香草味 咖啡味 或者strawberry 这个都太常规了啊 什么草莓的 咖啡的这种啊 太常规了 我吃过那个开心果味 大家可以尝一下 好 接着继续说啊 Lina said their pasta pasta 这个叫做那个通心粉啊 就是通心粉和spaghetti 之间还是有点区别呢 spaghetti啊 就指的是那种意大利面 它真的就是一条一条的面状物啊 那叫spaghetti 然后pasta呢 就比如说那个千层面 一层面 然后放一层肉末 再放一层面 再放一层肉末 再放一层面 再放一层肉末 然后你拿勺从上往下快着吃啊 这叫咬着吃啊 就这种啊 唰的一下给它快起来 这种的感觉 那玩意叫pasta 还有那种螺旋状的物体 这个也叫做pasta啊 pasta 我曾经非常喜欢吃pasta 嗯 但是这个pasta 也是一种热量巨高的食物啊 吃起来也非常的肥胖 pasta was horrible what's meaning of horrible 就是太可怕了 这味儿实在太难吃了 不好吃 but I thought it was delicious 那但是我认为它就很好吃啊 delicious 这个叫好吃的 它和tasty 和tasty啊 是同一词 delicious tasty 一样的意思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各种各样的口味的问题啊 we use the word sour to describe the taste of lemon 所以这个sour 这个单词叫酸的 酸的 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酸 然后它的反义词呢 甜 酸甜 苦呢 就是bitter 那辣呢 就是hot 或者 或者就是spicy 都可以啊 那 比如说我们在 describe coffee that's strong and have a sharp and pleasant taste 那我们就说这个咖啡是非常苦的啊 bitter 那它的反义其实就是smooth 比如说 如牛奶般丝滑 那个丝滑啊 这个咖啡的苦加牛奶的丝滑 哇塞 这不正好是一个组合吗 对吧 比如说一些dark chocolate can also be described by bitter but it's not always negative but it's not always negative 就不是 不是不好的形容词啊 就是这个bitter 它也不光是那种非常苦 就是吃起来发色的这种感觉啊 可能就在这个 这个英语当中就指的是那个bitter这个含义啊 好 接着 are you good at cooking are you a good cook 那这个我们来看啊 I'm a 看一下这个内容 I'm a bit nervous when I cook 当我做饭的时候我很紧张 so I always follow recipe recipe 这个叫做菜谱啊 因为我做饭的时候非常紧张 所以我一直都看上菜谱 recipe 菜谱 然后接着说 and make sure I have all the right ingredient ingredient 这个叫原材料 那我要去一直确保自己有非常多的原材料啊 就就就不是非常多啊 就是确保自己加的是正确的原材料 ok 好 然后 before I start 这个 however I'm quite good at making pie 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叫做派 大家在出国之前 你们可能会对派有一个误解 因为麦当劳的派都是甜甜的 对吧 但是出国了之后 你会发现啊 这个派这个东西竟然是派里包万物 就是他们的馅饼 叫派啊 这个派里边可能会有肉酱 派里边也可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甚至有一些什么羊肉啦 就这种东西啊 吃起来非常的奇怪 和外面那个酥皮 一点都不 不配啊 这个东西竟然叫派 好吧 那especially apple pie apple pie 这个就是苹果派了 嗯 这个没什么争议啊 好 那对应这个cook 这个单词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因为cook呢 既它表示的是做饭的意思 那cooking表示是做饭这个工作啊 这个名词 那如果说你要表示做饭的人 他不叫cooker cooker是那个对应的那个炉子 我们叫做cooker啊 那如果说到做饭的人 我们可以说他是厨师 shelf shelf 这个单词可以的 对吧 你要说你擅长做饭 I'm good at cooking啊 I'm good at cooking 那所以这个叫你擅长做饭 OK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教会了大家如何做饭了吗 See you next time Bye